摩托車如果載人的話 會不會很不方便 後座 基本上騎摩托車是 一個人騎比較舒服 對 坐的話後面不太舒服 而且我覺得做這種形狀 應該是就是故意要 讓女生可以很貼它 因為它幹嘛前面高起來 而且後面還沒得抓有沒有 對啊 一定要抱 我覺得很難 寧靜這張是你的嗎 對 我的 你可以示範一下那個 發動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多重 兩百多公斤 所以你怎麼操作得了 我不行啊 那它可以 就是 不是 其實它操縱都OK 可是你不要倒就好 倒了 倒不起來 很帥 現在更舒服 不要下來 好吵 人家買一台一百多萬的摩托車 然後就發動兩下 就拍拍人家就很帥很帥很帥 沒有 你們叫我發動 沒有 我問一下我的 我問一下我的搭檔主持人 就是說 你們女生喜歡這麼 我不喜歡 這麼傻帥的摩托車嗎 我很討厭 非常討厭 為什麼 我覺得耍什麼帥 你這樣會飛嗎 就 就是很man啊 我不覺得耶 為什麼 如果在我的 空氣中的那個 汽油味不會覺得很興奮嗎 我不會 不過如果在我的話 我會覺得很丟臉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看你吧 然後很 然後每個人都會看 然後大家都看 不是很出風頭嗎 對啊 騎這種車應該就是要讓大家看 對啊 而且就是自己騎的那種 享受那種感覺 George 你可不可以過來一下 好 來 因為那個 林欣如剛剛已經講了 你說這種車你們就是為了讓後座的女生貼上去 對不對 所以你跨一下 然後 你假裝一下 我看 我假裝女生 會多貼 其實還好啦 這個 坐這種車都要有技巧 這樣哪好貼 可是他如果一往前的時候 那你可以這樣啊 難怪 你當初又是沒有這樣 所以才一直這樣對不對 沒有 滑不來 滑不來 其實去側座就好 你不要 因為你穿裙子 腳沒地方換 這個畫面應該蠻美的 所以這樣 有 會不會燒到 兩個排氣管燒到 排氣管在那一邊 老闆娘 那是誰 那是誰 林欣如這種車不能側座對不對 現在基本上都不能側座 所以如果在女生 她一定不可以穿裙子 對 像我們腳要踩在那個黑黑的上 對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拍鏡照還勉強可以 這個大致是15年前的拍照風格 然後現在一定要都戴安全帽 對一定要戴安全帽 然後這種重型機車有規定 一定要戴特殊格式安全帽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說特殊 一般的 但是它的駕照一定要是那種 大型的重型機車的駕照 可是女明星 如果戴安全帽打型就壞掉了 不是 如果帶 如果騎這個然後戴一個 Hello Kitty安全帽會不會很好笑 對 也不會 就很簡 要穿那種皮夾克的那種 對皮夾克 像黑色整個套頭 就是有固定的那種 防霉衣服 防霉衣服 頭盔 可是我訪問過玩中機車的人 他們的女友常常抱怨說 他們愛車超過 招呼他們女朋友的程度 差不多 是啊 是不是 就是有時候擔心那種刮到 或者是 對 跟擦車的時間都比跟女朋友聊天的時間多 可是我覺得這是女人的一種 天生嫉妒的心態嗎 我們男生喜歡表他女生 我也是 喜歡車也會喜歡車多於女生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個人 分散他們的注意力跟寵愛 所以是嫉妒 那 你怎麼 你怎麼平衡那個 不要 不要太花時間在車上面 我其實事實上 我花在車子的時間非常的多 因為 像我每次 出國忙完回來 光洗車啦 然後保養啦 光照顧那些車子其實 占掉很多的時間 那 這樣 難道家人或者朋友不會抱怨你 太沉迷於這個嗎 其實 還好 他們都蠻了解的 然後 也蠻能夠 知道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嘛 然後每一台車都弄得乾乾淨淨 車子都自己洗啊 有一些自己洗 因為其實自己洗 我就知道哪邊有刮痕啊 哪邊有受傷啊 自己比較清楚 對 真的 我實在很想 很想要讓你只當主持人 可是 你又要問我什麼 當媒體如果是我問 我覺得比較自然 因為 你真的不知道他車的時候 是自己洗的嗎 我不知道現在是自己洗的 OK 好 好 你現在還是這樣自己洗車嗎 是這個 是這個問法 阿翔哥我覺得你問那一題 真的太過分了 應該這樣問 他有邀請你跟他一起洗車嗎 好 面對蔡康勇的連連逼問 林昕奴也招架不 好 那 你 我問你 比方說現在如果再找 交往的對象的話 你會不會避開那種太愛車的人 還是說其實也沒關係 一樣愛就行啊 車跟 人要一樣愛 對 所以你並不介意他 花很多時間在玩車子上面 還是會介意 如果花太多時間 然後完全忽略我的話 我會 會介意會申請 可是 像騎中心車的人 我知道都會有一群朋友 然後要一起去 飆車 那 林昕奴現在也是這樣嗎 也是有固定一票 然後 可能 到了假日 天氣好 然後就出去騎車 所以跟他們混的時間會很多耶 但有時候也可以一起出去 也不一定說一個人 那因為 就是 有時候騎出去可以交換騎 那就 比較舒服了 所以說不一定是一個人 騎去哪裡啊 譬如說去宜蘭啊 花蓮啊 然後北海的 騎摩登去宜蘭啊 很快啊 然後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就到了 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就到了 假的 很快的 然後屁股都不會痛嗎 對啊 不會啊 而且騎到那邊 因為騎車其實跟開車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騎車你可以很直接的 感受到那種風 然後那種陽光 甚至那種 空氣 甚至旁邊的那種律動 那開敞篷車不就好了 不一樣 敞篷車前面還是有一個那個 擋棚玻璃 你不能把膚子這樣伸出去踩 而且你 你吹那個風到了現場 後座的女生就變成瘋子啊 就是 就要帶人全都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一個女孩子可以 支持享受她男朋友的那個 嗜好跟興趣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對 沒錯啊 沒錯對 因為你現在會跟 如果要交往的話 會不會先跟對方講說 你要知道我是 玩車的 然後要花很多時間在車上 不用講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吧 他現在跟賽車畫很好的 他臉長得跟輪胎 對 你覺得看起來就是一部考車了對不對 對啊 連出新專輯都跟車子分不開 因為 其實我覺得 嗯 基本上我這麼喜歡 那相對 當然我如果喜歡的一個人 那我當然不肯去忽略掉他啦 嗯 那如果他能夠去欣賞 我所喜歡的 我想那是更好的 嗯 對 去跟一個女賽車手交往 你就可以一起 一起在賽車場上鬥嘛 對 你現在看看排名在前面的女賽車手 有長得能看的嗎 你沒有參加過那個 香港明星辦的那些 我參加過城樓賽車一次 你參加過 第幾名 我被撞 被撞開 大概倒數了吧 嗯 嗯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去 是你已經會開賽車了嗎 沒有 我會開車 但是賽車是第一次 嗯 幾年啦 99年吧 還是2000年的時候 為什麼你的指導人不是林志穎 她那時候還沒 她是小S的 對啊 你怎麼不去指導 沒有 那時候 你是幾年 99吧 99那時候還沒有 我還沒有 還沒有很到職業的水準 我是到這兩年才 才有到那個 升級到那樣子 他們要拿照 那個要拿照 執照的嗎 要拿執照的嗎 去年我就當陳龍輩的總教練嘛 後來就教他們怎麼開 對 陳龍輩總教練 嗯 那現在又可以再去了啊 我還好 我就一次玩過就夠了 我就不會想再玩第二次 因為還是 撞到還是蠻痛的 你們兩個同學時候 你們在學校就已經開始演戲了 對 對啊 你說我們演班上的戲 學校的戲 學校的戲 對對對 那時候林志穎已經是藝人了嗎 還沒有 她是高二下高三出道 對不對 OK 這個是我們畢業公演 這個是你啊 左邊的是我 對 右邊的是志穎 你不是那個嗎 拉阿的那個頭髮 那個頭髮把它梳往前面就是拉阿那 真的喔 對啊我們有 我們有就一個拉阿頭的照片 對好像拉阿 所以 這是定妝 喔這個 對 完全是拉 那很嚇人 其實拉阿也是我們同學 拉阿是我們夜校的同學 對 然後拉阿學他的 對 我剪那個頭 你不知道多少人跟著我們學校 有多少那種一年級的新生 都照我那樣去剪 可是你後面是剃掉的 後面是剃掉 就裡面都剃掉 只有外面一個碗蓋蓋在上面 對 輸到後面就像那種 小ABC有沒有 就這樣輸到後面 就是這樣兩個這樣 你是為了 就是因為班上林志穎太帥 你就自暴自棄 就 不會耶 那時候我教 我那時候交的女朋友 不會比她少耶 喔 真的 你現在在賭氣嗎 沒有沒有 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因為我跟她的型在學校 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喜歡的女生 類型也都完全不一樣 他喜歡哪一型 他喜歡 他喜歡就是 蛤 這樣好像問 學校的時候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 現成的樣品在這裡 對啊 就其實就是這樣子 真的啊 對 我要看紀念策上那個 她初戀情人的 真的嗎